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們要跟各位開箱的就是這個 水遠新上市的泰式酸辣湯麵 那它是全樹 目前只有在統一超商可以購買得到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我們來開箱這個水遠新的泰式酸辣湯麵 打開塑膠膜之後就是這樣子 然後喝一些成分 還有一些其他的警示標語 那我們就打開這個泡麵 看看裡面長什麼樣子 打開這個泡麵裡面會有蔬菜包 調味粉包 還有一個調味油包 那這次它的麵算是細麵 那我們就來泡這個麵給各位看看吧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個蔬菜包 那裡面我們可以看到有這個 這個豆子 豆腐 辣椒 香菇還有一些其他的 應該是素料 那我們就先給它加進去 再來是這個調味粉包 整包 紅通通的 最後就是它的調味油包 我們也給它加進去 好的 我們調味油加完之後 我們就倒入水 那它在內側會有一個 把水加到這條線的 比較明顯的線 我們就把水加到那裡之後 蓋上它的 蓋好 然後我們就等三分鐘 A few minutes later 好那三分鐘時間也差不多過了 那我們就來看看我們這個 這次水遠跟這個熱浪島的蔬食餐廳 所做出來的這個 泰式酸辣湯麵味道如何吧 那首先我們從這個味道上面 氣味上面 我們就可以聞到一個 香香的這個 應該是檸檬草的味道 酸酸的 酸酸香香的味道 馬上就有泰式的感覺 那我們就來吃看看這個 泰式酸辣湯麵如何 第一 這個泰式酸辣湯麵 雖然這個 湯頭的顏色很紅 但是其實 它不會很辣 應該算是小辣 那吃下去第一個口感 就是這個 泰式的 這種檸檬草的味道 比較多 再來就是這個細麵的口感 非常不錯 蠻有嚼勁 然後它這個湯麵 酸酸的 我是覺得非常不錯 基本上水緣的泡麵 都是很好吃的一種泡麵 那如果有觀眾去過這個 熱讓島蔬食餐廳 有吃過他們的料理的話 然後也有品嘗過這個 水緣的泰式酸辣湯麵 可以在下方留言 然後跟我們分享一下 看做成泡麵 有沒有跟餐廳差不多 那我們今天這個簡單的 素食泡麵開箱就到這邊 那我們就 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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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